村子里广场旁的一户人家门前居然有多块巨大的墓碑 还有庄严树木的高大石像 难道家门口竟有一座大墓吗 这里到底埋葬了什么大人物呢 大家好,我是景叔 我现在在山西林坟的一个村子里 这里墓碑林立 在这个蓝曲场旁边呢,有一座大墓 有意思的是,这位墓主人只是一位典史 按现在的说法,也就是一个科长 他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大的一座墓园呢 这里有五座墓碑 这简直就是一个碑林 高大的二龙戏珠,碑头的碑 然后那个草丛里边还有一块碑 那个碑厉害了,咱们一会再看 先看这五座碑 这每一块碑啊,都有五米来高啊 下边是雕刻非常精致的碑玺 每一座碑的碑玺形质都差不多 这明显的就是官方制式 奉天承运,皇帝制约 嘉靖十八年的一块碑啊 这是一块玉记碑 这块碑呢,应该也是嘉靖年的啊 他的抬头的姿势是一样的 也是玉记碑 这位墓主人呢,生前在山东的问上县啊 做过碉石 这里还有两块碑 这都是嘉靖二十一年的玉记碑 这个文字啊,是写的又大又漂亮啊 而且到现在还非常的清晰啊 这位墓主人呢,叫做张庸 这里呢就是他的家乡 张庸的夫人啊,韩氏 这是张庸和韩氏的一个合葬墓 张庸呢,他在去世之后啊 又被赠为了同一大夫和户部左侍郎 韩氏呢,在郑德年间被封为了儒人啊 在去世之后也被封为书人 因为这个朝廷又加封又厚葬啊 这个墓园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当年呢,有两个墓园啊 一个是永垂苑 一个是刘芳园 各占地六十亩啊 当时记录是古树参天蔽日啊 结果呢,这俩墓园啊都被砸了啊 所以咱们现在看到了非常多的残劲 这个已经看不出来是啥东西了 上面似乎是有一个小石子的一个残劲啊 可能是一个牌坊的底座吧 你看这个石劲的雕刻啊 当年是非常的精致漂亮的 也是风化和被砸的不成样子了 应该也是牌坊的残劲 这应该是一根被砸的石望柱 上面的孔洞啊,应该是插云版的 里边的那块杯厉害了 咱们看看 得绕过这个厕所 走这小路 这块杯是尤为漂亮 大家看,那个上面精致的杯头 高肤雕的二龙细珠 呼之欲出的龙头,龙身 龙鳞,龙爪 下边的臂脂已经半截被埋在图里了 只露出了一个头 杯上的文字非常的多 这应该也是一块预计杯 咱们看这个杯,咱们看这个杯是谁写的 太子太傅 礼部尚书 汉林苑学士 颜松等 禁题 当时颜松啊,正好在北京任礼部尚书 所以呢,他就提写了这块杯 啊,这是嘉靖二十年 应该就是这个,张勇去世的年代 咱们继续往前走 这座墓园呢 就在一家住户的门口 这路两边啊 有很多的石住处 我估计啊,应该是原来他们家族那个 祠堂的住处 这里是神道两边的实像生 其实啊,那些预计杯啊 应该摆在这个封土的前面啊 不应该摆在墓园的门口 这摆放的位置不太对 这是墓园的石阳 胖乎乎的,是吧 这看起来应该是现代人的工艺啊 原来的石阳应该是被砸了 这是石码 看起来比较矮小,是吧 像矮码 这明年的礼制规定啊 关于石阳生的大小呢 是根据他的品级来定的 这个张庸呢 他被夹封为了户部侍郎 还有同意大夫 这都是正三品的官纸啊 所以说他的这个 摄像生呢 就没有那么大 咱们以前看到的 是吧 但是这马身上细节雕工啊 还是非常的精细的 看这马综毛一缕一缕的啊 包括咱们看这马鞍 马凳 杖泥 都雕刻的非常精细啊 这里呢是一对石翁众 一个文官 这边是一个武将 这就是文官 这石翁众啊相当高大 它有三米高啊 而这文官呢 它是面带笑容的啊 双耳垂伦 是吧 头上戴的是福头 然后它是手持护板 颈部呢是芳心曲领 穿着宽大的技服 下边呢 下边呢配售 足灯的铝啊 也雕刻的非常的清晰啊 这个石翘身的做工 这个石翘身的做工是相当的精致的 根据明慧典的规定 三品文官着技服的时候 才会佩戴 芳心曲领 下边它有配售 所以这是一个三品的文官 五官的服饰呢 就比较简单了啊 它是双手持剑 这石翘桌呢 也是明代的原物 雕刻非常的漂亮啊 翘桌的正面有三幅雕刻 中间是麒麟和祥云 两边是孔雀 还有花卉 墓种的前方是一座牌坊 这牌坊啊 应该是摆在墓园门口的啊 不应该在这儿 这文字呢 已经看不清了 牌坊后边就是墓种 这儿有一块墓碑 万事流芳 告证南京吏部尚书 张庸 还有夫人韩氏之墓啊 张庸怎么成了南京吏部尚书了呢 其实啊 这个吏部尚书呢 是他的儿子张润 这块碑啊 显然是张家的后代雕刻的 是吧 所以呢就把这个张润的官职给刻在这儿了 张官吏带刻错了 当日在家境朝做过南京吏部尚书 抵抗过北方的编换 所以呢 朝廷就给他的父亲张庸 加分为户部尚书和同一大副 那么一个小小的典史就拥有了这么庞大的一座墓园 但是张润本人的墓啊 却被破坏了啊 现在已经完全找不到了 好了 那今天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儿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个探索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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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